前职棒球星张志佳惊传 在中国工作时心肌梗塞故事 享年43岁 他妈妈证实了这项消息 更多内容把身材断营 好了 主位观众 前职棒投手张志佳 今天是传出了过世的这个消息 那么位在台中太平老家 妈妈也出面证实了 她说昨天就是接获到了这个消息 那么儿子是近期前往中国这边来做发展 那么由于就是前妻因为联络不到这个儿子 那么赶快请大陆的朋友 前往她的住家来查看 才发现了人已经趴握在这个桌子上 那么疑似是心肌梗塞死亡 那么目前就是妈妈 因为还没有这个相关的证件 所以她必须要赶快来办这个台胞证 才有办法前往这个中国 来了解这个状况 那么听一下稍早妈妈的访问 她说她这边的本来是交报付求 这边的报付求应该是 她说去大陆那边看会不会钱赚的比较多 所以她就过去了 我就说你自己孩子还这么小 你又过去那边 她在大陆那边的朋友 就是是我的朋友 然后我就请我朋友赶快 赶快看能不能够过去帮她看一下 那过去一看门打开的时候 她已经全区在那个沙发那边了 我那个朋友赶到场的时候 法医已经离开了 所以她没有办法知道确切的原因 那因为死亡证明也要我们家属过去 她才会给我们 那么根据姐姐表示 其实弟弟张志佳呢 近期都是在中国生菌这边来发展 那么最近的是跟累球队的人来在一起 那在中国这边来工作 那没有想到竟然是传出了这样子不幸的消息 那么妈妈也表示 其实儿子呢最近都有在讲说 他的身体状况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 顶多就是好像血样稍微高了一点 那没有想到竟然会发生这样的汗事 那么目前呢 他们也紧急在这个处理一些相关的事物 要赶快来飞往这个 中国才有办法来了解到底正确的死因 还有这个当时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的 以上是现场这些状况主播 大贼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